我們跟著光球走 你 你 辟邪也算是你們人族所說的妖獸 妖也好 什麼也好 你真的有辦法去禁雲大人 原來如此 我料想的沒錯 你的體質有些特別 尋常人無法接受辟邪之力 我卻可以試著把一些力量 放入你的身體裡 能不能活下來就要看你自己了 可能有什麼後果 承受不住暴體而亡 亦或被辟邪之力改變 但你精神與肉體的負擔 也將遠勝常人注定早亡 這 這算什麼 至少不會在兩天內允命 接下來受數幾何 就要看她的身體究竟有多強悍 若是運氣好 或許還有個幾年 十幾年也未可知 可萬一失敗了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在力量尚未恢復之前 最好不要離開此地 然而 這是一副十足魔 雲落後留下的骸骨 它殘留的魔器 會不斷吸引別的魔前來 之前佔據此處的 就是一群飛羽魔 他們雖然一時殺不死我 我卻也要因此分心 這群魔的頭鱗被誅滅 我算是成了你的情 若是你們想要離開 我也不會阻攔 好 我接受 大人 persona 靖雲 難道你永遠都要一個人嗎 我知道 你是轩辕秋的歷刃 戰無不勝 攻無不克 可你终究不是个冷冰冰的死物啊 太多的人在你的庇护之下 但是你有真正想保护的人吗 当然有 我说的不是这些 不是我和姬轩远 也不是你的战士 甚至不是你的父亲和你的异母弟妹 或许是我错了 大概总有一天 你会遇到一个想要保护你的人 即便你再强 这个人也能为了你不惜性命 到那个时候 静语你就懂了 我不需要 我能保护所有人 您醒了 大人醒过来了 真的醒过来了 你已经融合了辟邪之力 在魔狱至少不会任由宰阁 下雪了 大人 我们之中 大概只有您还能回到薛园邱了 要是真有这么一天 麻烦您给我的家人带几句话吧 不 还是别了 婆娘说不定都改嫁了 不用再让她挂心 是我 没能把你们带回去 您千万别这么说 这些年来 要不是有您在 他们两个 哪能平平安安的 一把年计了再入土 连我也是 我心里清楚 如果没有我们几个 大人您当年 或许根本不会接受什么辟邪之力 你们快些过来 空间有益 要小心已经被吸引到附近的魔 要小心已经被吸引到附近的魔 但是 没关系 我可以 我还不跟你说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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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了 运气好的话 需要我做什么 这里是十足魔的骸骨 空间裂缝开启之时 会吸引很多别的魔 你要尽可能地挡住它们 好 若是成了 你们两个先走 我断后 大人 就这么定乱 那边也未必没有危险 一切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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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好 好 好 就是现在 走 北洛 别过去 我 你做梦了 这是 靳云的记忆 太碎了 嗯 有人正在窥视你的梦 一旦你越过了那道缝隙 就会被带往其他梦境 可惜了 人以为能瞧瞧那只辟邪做的是什么梦 然后再顺手取了他的命 看来 除非能将眼眉一起杀死 物照你想想嘛 一定有办法的 这还是我头一回进到梦里 梦和外面的空间有什么不一样吗 自然不同 但也有少许相似之处 若不是我曾经费了些心思想要打开空间裂口 你我也不可能这样顺利地进到梦里 只是我所学的 终归比不上眼眉的天赋 物照 怎么 你还记得当初 为什么要打开空间裂凤吗 为了救靳云 你费了那么多的心血 为了救那个忘恩负义的人 为了救那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怎么就那样睡着了呢 就当是太岁让你做了一个梦吧 真的只是梦吗 没反应 没人 等一下 我是不是忘记 招募 成因路对啊 这可能 ok 曾经不在 ok 曾经不在 好像因为帮忙一起找原天室说的那些东西 他对我的态度好一些了呢 继续努力 你别误会 我不是为了这个才 我只是想跟你们一块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帮到葛先生还有其他人 等东西准备得差不多了 就尽快去找他们 希望能快点去救人 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你辛苦了 一点都不辛苦 我喜欢做这些 每天都好开心 事不宜迟 那我们今天就出发 稍待片刻 我寻出空地 做一个简单的距林阵 之后才能带你入梦 再追溯激灵族的力量 找到他们 加固大阵本就不易 如果能找到方法当然最好 找不到也就顺其自然吧 你们怎么样 无事 虽然大小袭击不断 但暂且没有再遇上之前那样的危机 倒是你那边 听起来那古怪的梦境内 也十分凶险 你和英识君 务必多加小心 其实我一直在想 选哥曾经说过 我大量异变的源头 并不再磨玉 那有没有可能 在长室那边 听你提起梦中的情形 我忽然觉得 他们之间未必没有关联 您有什么猜测 恐怕连无端的猜测都谈不上 只是有种奇怪的预感 你们在人界和梦境中 或许能有所发现 事实上 魔的力量忽然一变 也并非没有先例 在过去几千年间 不下六七次 只不过远不及这一回言中 通常是不足为虑 我知道了 我会多在留意 保重 我会多在这个地方 我会多在这一回的 我会多在我 没人 我会多嘞 或是他 可能 更有事 哇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人 我 其实有个事 怎么 我在想 族里的那些兄弟姐妹 叔叔伯伯 能不能让他们过来一起帮忙 主人 你放心 他们绝不会白吃白喝的 都会努力干活 我们这一族 小的时候被人当作老鼠追的 长大了又被当成怪物 所以一直一直都过得不太好 我现在这样是因为遇到了主人 他们没有我幸运 不过 我也只是问问 如果你不愿意 那就 让他们都过来吧 这地方这么大 本来也住不满 何况 这里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还有 说过好几回了 不要再喊我主人 主人 我 我太高兴了 这就想办法告诉他们去 主人 你不知道 我有个远亲 老说他在邻村的朋友的表弟的外公 几百年前被一位叫做殷石君的大妖庇护过 那时候 日子过得可好了 我们每回庭都特别羡慕 不过现在不会了 什么殷石君 一定没有我的主人好 这种话 以后就别说了 北洛 我一直想问你 上回那个 就是 哗的一下开了个大口子 是不是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 当然不是 你平时出门 心里总得有个底吧 裂开空间也是一样 如果对另一边一无所知 但是 那就全凭运气 谁知道会掉到哪里 而且每一回 都要消耗大量的灵力 我懂了 就是说 也不能一直用一直用 你一开始不用这招 是因为在积攒力量吧 你要这么想 也没差 说到灵力 是不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 那我要怎样 才能发现属于自己的灵力 又该怎么用它 这你得去问灵星剑 我说不好 他们既然是一个门派 日常教授弟子 在这方面自然有办法 你说得对 我去找找他 这个图案我从未见过 却是有种熟悉的感觉 想不到在如今的人界 还存有威能如此强大的风 你会觉得熟悉 是因为它是来自于辟邪的文字 但你不可能在天路城随便看到 这种文字只流传在辟邪王族之间 用来描述不同的力量 辟邪王族 原来如此 虽然残缺了 但还是能认得出来 这几个字和空间力量有关 照你说的 其他人即使得到成年辟邪的血 也没办法用 那这张符 应该是过去某位王族 送给新宫陈仪设的 所以 你是见到这些文字之后 明白了要如何打开空间裂缝 是啊 我也不想磨蹭半天才回到杨平 可从小到大 也没谁告诉过我该怎么做 你们只能将就一下喽 我不是怪你 只不过有些惊讶 这样的事看一眼就能明白 非常厉害 这算什么 马马虎虎吧 等等 我 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很危险 我知道 所以得好好保护自己 不拖累别人 我向灵星剑请教了许多 新宫陈仪设修习的阴阳学 主要是天文还有树树 和曾家残留的典籍有不少相通之处 好些以前一知半解的东西 我忽然间就明白了 梦境是玄之又玄的地方 说不定我所学的也能派上用场呢 你师兄同意了 我和他说好了 要辛苦他多照顾葛先生一些 你们把他带上吧 灵星剑 你怎么来了 来送送你们呀 虽然我和师弟暂时抽不开身 这点功夫还是有的 何况你那个进入空间的法子 我总得找机会试试 果然灵验 不是我的法子 是北落的 也因为有他的力量在 这里才能方便进出 大哥 我觉得吧 你这么厉害 定然是目光如炬 你瞧着小银子的面相 额头圆润 便是胸怀智慧 眼大有神 欲挫折则不易气馁 人中生的上窄下宽 说明运势只会越来越强 唇角启麟 乃是高贵之相 他虽然灵力不太行 精神力却是天生强过别人 命数也是极好 堪称一生顺遂 福星高照 你们带上他也不吃亏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个嘛 小银子和我说了一点 他之前遇袭的事 他既然已在局中 如今又情势混乱 躲是躲不掉的 倒不如跟在一处行动 师兄 你又随随便便看面相 本来就是随便看看 好了 你也别整天愁眉苦脸的 我给你算过 你面行方正 此乃生命力强盛之杖 遇事便会坚持到底 终有所成 而眼角唯有下垂 说明亦受人倾目 虽然指不定找到什么烂桃花 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吧 岁英 你仔细跟上 好 我一定不互来 都听你们的 这也是某个人的梦 忽然对做梦的人 有点好奇罢了 那纪灵族的梦又是怎样的 难不成 来个梦中梦 梦中梦的确是有 但据我所知 济灵族是不会做梦的 眼兽在成年之后 也很少再有梦了 或许可以看作是 得到梦境力量的一种交换 才应什么时候能行 快了 你们是第一次这样 被带入梦中 难免有些不适宜 我们 已经到了吗 你怎么样 像是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感觉 精神还不错 这是哪儿 好厉害的样子 设法过去对面 议变恐怕比预想中的更甚 我追踪的是寄灵族的力量 但最终 我们却没能出现在摇叶湾 此处应当有连通摇叶湾的路径 先私下看看 按你刚才说的 这个梦和摇叶湾 又是不同的梦 对 感觉并不一样 虽然不合成理 但既然已经出现了异变 梦和梦之间相通 也就不足为奇了 假如所有人的梦 都变成一整个 那得有多大 我们白天活在平常的世界里 到晚上 就会进入另一个大世界 果然也有我 果然也有我 这个人的梦很特别大人 真想知道 他为什么对错掉了吗 日有所思 夜有所谓 虽然外人全如此 但大多梦境 依然有机可行 此人 想对对这些事物 只愿意识心 不知大多梦境 你们说 这个做梦的人 眼下会不会就在杨平 有可能 我们得尽快找出头绪 他们是要进到门里去 门后应当是这位阅主 梦境的更深处 那它不就更危险了 太厉害了 根本不堪一击 走近看看 不能再过去了 这个人执念深重 精神力颇为强大 并且很抗拒旁人的靠近 没有其他办法吧 强行突破 余之有损 你试着释放出一点力量 辟邪的感应十分强大 加上我附着的眼智灵力 无论这扇门出于什么原因开启 只要我们身在梦中 就能立刻察觉到 既然此路不通 得想别的办法去摇曳湾 跟我来 我们从这里跳下 别怕 这是梦中 你眼前所见的许多 只是异形 我 我不怕 恐怕要守不住了 组长 今天 就算同归于尽 也绝不能让他们踏入 惊天伦伴 叶灵 只上回那几位 你们 先打完再说 快 见 人 只要无论 正解 你们 对 这些魔物是不是变强了 强了可不止一点半点 这段时间袭击一次比一次猛烈 刚才多亏了你们 继灵族再次谢过 谢倒是不必 批寒男喊杀的就行了 我们来这里救人 正好想问些事情 救人 难怪近来出现了新的梦雨 自从杨平有人沉睡不醒 一些梦境就被不知名的力量连在了一起 再不会轻易崩溃 这个梦变得越发广大 或许你们可以试着去唤醒狱中 但多半很难成功 为什么 以前有人和我说过 梦这种东西对有些人而言 就像口渴时得到的一碗水 可是里面掺了毒 如果可以让你完成 在现实中遥不可及的心愿 让你见到现实中永远不能再相见的人 那睡着和醒着又有什么分别 也许还更快了一点 越是无望 越是沉迷 你的意思是 有的人根本就不想醒过来 竟然还会这样 他们肯定受到了那股无名力量的迁移 但自身的意识也不是全无破绽 梦玉会吸引更多的魔 假如玉珠完全被魔器轻染 怕是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魔进到这种梦里又有什么好处 我听说魔玉和常世之间难以连通 但其实梦也算一种通路 并不是所有的魔都喜欢待在魔玉 有些会进入人的梦里 在界道离开去往人界 那现在不就太危险了 索性对于魔来说 想要穿越梦玉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通常要过很久 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出口 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迷失在梦玉深处 也会为了得到力量 彼此间吞噬私杀 靠他们发昏总不如靠自己 简单来说 如果有办法替御主达成心愿 或是给他们来个当头伴鹤 这些人就有可能醒过来 或许吧 人的意识千变万化 谁也说不清会怎样 听起来可比想象中麻烦 还不光是打打杀杀 我族并不擅长战斗 应对忽然变强的魔已经感到吃力 对新的梦玉虽然有所察觉 心里也十分焦急 但却束手无策 眼妹 我可以把自己的灵力借给您一点 这样你们就能在不同的梦玉中往来 如此甚好 若是此处再有嫡系 我们也能立即知晓 主长 主 我意已决 不必再说 你说的魔物变强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换到现实中 大约在五十多天前 谢了 我们这就动身 我们别再说 我们就要离开 还没有 能不能够 再说 那再拉 这上面有激灵族力量的残留 是装饰物吗 或者有什么特殊的用途 这是我族精神力的碎片 精神力也有碎片 激灵族虽然长生 但也一样会死 我们死后就化成这样的碎镜 对不起 我不该说他们是装饰物 我以为 没有关系 既然生存于梦中 最后归于梦境化作尘埃 也没什么不好 只是 这个梦十分广阔 要是你们在别处看见这样的碎镜 能把它带回摇曳湾 我会感激不尽 如果见到的话 好 今天鬼剑奇弹的影片先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这个就是我ig 忽必还有twitch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 古剑奇弹3的游戏剧情内容 感谢各位